你觉得梁家辉最经典电影是哪部? 梁家辉26岁就夺得了金像奖影帝 是香港金像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演技 更是教科书班的存在 细说小便为大家盘点了梁家辉十大经典电影 包括《东城西旧》 新龙门客栈情人监狱风云黑社会 新奈修难地爱在别乡的季节等 传说中的艺人签面正是对他的形容 梁家辉电影全集补到哪了? 梁家辉十大经典电影《一东城西旧》 《东城西旧》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 由刘振伟指导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 刘家林、张学友等主演 该片主要讲述了东学吸毒南地北盖、周伯通等人 在年轻时候发生的一系列荒诞故事 《东城西旧》这是一部喜剧色彩非常强烈的影片 电影夸张地颠覆了支撑武侠电影的某些理念 这部电影中主宰人物行为的不再是意 而是梦想与梦想相比匡扶正义重于轻声在电影 林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在影片的结尾击败邪恶的也不再是侠士而是虚无的神仙 二新龙门客栈电影《新龙门客栈》由徐克兼致 李昏明导演梁家辉、张曼玉、林青霞和甄子丹主演 程晓东代任武术指导1992年供应 电影被紧急于明朝中叶剧情描写武林侠士救助中良 之后跟东产高手在大漠龙门客栈发生了于我诈的遭遇战 故事影片以高亢大气的徐北方述说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 仇 无论是人物刻画抑或故事气度 在遵循传统武侠行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开一派新武侠的景致 2012年2月新龙门客栈 经过画面和配衣修复后在中国内地重映 《三情人情人》是由让雅克·阿诺指导 《真马奇·梁家辉·让娜莫洛·梅尔维扑波·弗里德里克·奥伯廷》主演的爱情片 影片于1992年1月22日在法国上映 影片根据法国作家马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改 《约尔城》讲述一法国少女与中国扩少在 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越南殖民地遇到一个中国男人 发生了一段罗曼史杜拉斯真正的中国情人性理 梁家辉在戏中与女主真马奇有大量的情色镜头 事后梁家辉在回忆拍摄《情人》的闯戏时 都是在老婆的奸审下完成的 《四监狱风云》 《监狱风云》英文《Prison on Fire》是1987年 香港新一城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动作与监狱片 影片由林领东指导、周润发、梁家辉、张耀阳等人主演 影片讲述了监狱中的犯人黑帮以及典狱长之间的恩怨情愁 影片已于1987年11月13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1988年的第七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周润发史无前例的同时以《龙虎风云》、《秋天的童话》以及《监狱风云》 三部影片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最终凭借《龙虎风云》胜出 《五黑社会》黑社会是2005年上映的惊悚 剧情犯罪类电影是由中国新娱乐有限公司 银河映像及100年电影有限公司制作杜齐峰为导演 以任达华、梁家辉、古天乐、张家辉和林雪为主演 投资4000万港币 影片讲述了一个传统帮会在两年一度选老大的过程中 帮派里的《五虎》追查老大的信物 并加入这场老大角逐中的故事 《黑社会》可谓是在2005年大放异彩 获得新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11项提名 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等等 六新难修难地 新难修难地由陈可欣指导的亲情片 梁家辉、梁朝伟、刘嘉玲、袁永怡、李子雄主演 影片讲述了处缘因一次意外回到过去并见证了 父亲与还是千金大小姐的母亲一段步 被允许的爱情后终于理解父亲的故事 退休老汉处藩因思想传统做人处事讲一起讲原则 与急功近利讲求实际的儿子 处缘在意识形态上被刀儿持父子感情十分冷淡 齐齐驱罗那亦认同儿子的思想观念 而与处藩在生活方式上分歧巨大 不知为何处缘近日京城瘦小时候在中秋结晨 热闹看《五龙》时遇上怪人怪事的回忆所困扰 七爱在别乡的季节 爱在别乡的季节又名爱在他乡的季节 是由香港导演罗卓扬指导1990年上映 赵曼玉、梁家辉、文希莲主演的剧情电影 故事讲述80年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艰苦心酸生活 影片上映前一年正值中国内地政治动荡 全片分为压抑悲凉当内容颇旧时代特质 并带有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意味 电影还穿插使用了闽南话演唱的平台 主演梁家辉凭借此片荣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 讲张曼玉凭借此片荣获意大利 都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讲八奇王 奇王是由徐克兼至延浩指导 梁家辉、曾建勋领衔主演的一部剧情片 影片改编自中阿城张锡国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代奇王的故事 丁玉梅是电视台神童世界的主持人 因节目收视率日趋下滑而陷入事业危机 遂委托好友成林帮忙 成林寻的一位擅长无子棋的小孩王胜芳 将其带回训练 训练中成林发现王胜芳能够预先感知对方的起步 这让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 他在大陆遇到的一个奇痴王一生 王一生奇异高超却因出身不好只能收起对象奇的 热爱上山下乡进行劳动改造 九南京的基督 南京的基督是由崔滇平指导 梁家辉富田敬子陀宗华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讲述了钢川与金花之间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1900年的冬天 日本名作家钢川龙一郎有一次在中国游学时 在南京秦准和柳音两旁赫然发现了青楼激战 如此繁华昌盛的享乐之地令钢川未知赞叹不已 在窄巷内的一间偶像院里 钢川邂逅了一名少女金花 立即被他明媚清秀的气质所吸引 从此注定了钢川与金花在往后的 日子里充满着爱恨纠缠的坎坷历程 由相识至相爱 短短数天刚川与金花的爱火已向玄玄烈火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时江湖告急 江湖告急是由林超贤指导 梁江辉 吴俊儒 张耀阳 黄秋生 陈奕迅主演的一部黑色幽默片 影片讲述了黑帮老大任英九成为众矢之地 不得不以江湖告急之名召开帮派大会 以期找到想谋杀他的元凶的故事 该片于2000年9月21日在香港上映 纵横江湖20年的黑帮大佬任英九 梁家辉是阴行事夸张不择手段树敌无数 其前在警方中坐卧底的手下叶伟信 陈奕迅是某次查案时 得知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放风给他 不想被他当作无聊向怀摇头摆手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戏说为您带来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 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